- 嗨,我们这两天呢,对我们自己家里的鞋柜进行了一个大改装,那主要改装是什么呢? - 看来看,就是当人经过的时候呢,我们的鞋柜就会有这样一个Infinity mirror的效果 然后主要是想我们就在进门的时候,一推开门就会有一个这样超级梦幻的感觉 然后主要就是彩虹了,然后它会转来转去的这样 - 好,我们说我们怎么做的吧? - 这就是我们从旺角板回来的两块亚克力板 - 然后其中一块是透明的,另一块就是镜面的 - 这样就可以有无限反射镜面的效果 - 一眼一块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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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是一个单面放射 這個當年防射的膜 它有什麼特別呢 這是一個膜的話 光就只能從這邊去這邊 不能去這邊去這邊 所以這個膜的左邊是鏡面 但是右邊我們是能看進去的 所以它那個光就會在裡面一直防射 但是我們從外面看不進去還是能看到 然後這是我們在淘寶買的 最有幾十塊錢 平常就是那些用來做 連那個倉庫能隔 月 縫鎖 縫衣 終於撕下來 現在要貼膜 然後我們現在就準備燈條了 其實燈條我買了兩種 一種是密度比較高 然後每一顆LED燈也是可以編成的 那這一種就是整條 其實這只可以做一種顏色 開 它就會這樣子 但是它的效果就沒有特別好 沒有一條一條不同的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它的效果比較好 就是每一條燈條 我們都會控制它做不同的事情 現在就看到兩個的對比了 所以那個效果的 是差很遠的 那其實這個LED 比起這個LED 應該貴差不多10倍吧 那我們還是選用這個 然後它燈比較多 密度比較高 然後我們也專門幫它配了一個 它用的變壓器 然後這個是5V 然後是10A的 這應該夠我們兩米的燈條去用 那我們現在就不再用電腦給 Arduino供電了 那我們就還是會一起用這個變壓器 5V的變壓器來給Arduino供電 因為Arduino也是可以走5V的 然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 Arduino也連續5V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的電焊的工作 那我們在這個 我們主要是用Arduino來控制 整個LED燈條的那些程序 就讓它可以有一個彩虹的效果 然後還加了一個這個叫PIR Sensor 就可以令到 當我們走過去的時候呢 這個燈就才開始閃 嗯 然後可以試一下 現在先放在這裡 那我現在已經打開了電源 然後因為現在這個Sensor 並沒有檢測到任何移動的物體呢 所以燈是關著的 那我現在揮一揮手 然後它就開始有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進行最後的安裝吧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準備安裝 先轉動 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電子零件都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有包括變壓器 然後還有Arduino 還有一個人動的傳感器 然後我們鞋櫃下面有這樣一個空位 那我們就打算把這個人動傳感器 還有這個盒子一起放到大概油這樣這裡面 那到時候開門的時候就會直接檢測到有人 然後就會有光 接下來就把電源線從鞋櫃底部穿進來 然後再接駁好其他所有的線 然後就要在鞋櫃上面開一個洞 用來走線 然後把壓克力的鏡子放進鞋櫃裡面 把LED燈條的信號線電源線也連到櫃子裡面 最後在裡面把它焊接好就可以了 接下來把小黑盒都組裝好 沿著直線把LED燈條都貼好 最後呢就裝上貼了半反射膜的壓克力把 就大功告成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全部的內容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關注、訂閱、點讚 並且留下你的評論 然後呢如果你們也想自己做自己這樣子的家具的話呢 你們當中遇到什麼問題 你可以私訊和評論告訴我們 那我們也會跟你說怎麼去做 那如果你們還有其他內容想看的話呢 也可以跟我們說了 那我們這一期就這樣了吧 那我們這一期就這樣了吧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